颱風三陀爾 雖然已經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但卻為基隆帶來好大雨 砂水車的右邊 基隆信義區天外天環保局也傳出災情 原本停放公務車的停車場 3號發生土石攤坊 導致十多輛的垃圾車公務車掉落毀損 差不多三點左右就停了放一聲 現在後面沒有水 要煮菜沒有水 去看我心想是水桶回去 去看就跑山跑山了 原本是一個線外坡 然後過去到那邊 然後那個都是一些公務車 然後在那邊停放 停車場瞬間攤陷 連對面的辦公大樓也地基掏空 環保局長馬仲豪一早 會同土木技師前來看齋 我們今天一早就在凌晨的時候 就確認這個規模範圍還蠻大的 那授索的車輛大概有超過十輛 包含我們的公務車 以及我們相關的清潔車 那我們目前第一階段 先讓我們的同仁撤離 不要再進入清潔大樓 那我們現在也啟動相關的異地辦公 那同時呢我們也請都發處 公務處相關的局處呢 有相關的祭司 目前正在進行現場的結構鑑定 那同時呢我們也在這裡呼籲呢 我們現在如果有在這段時間 需要來清潔大樓 洽工的民眾呢 在這段時間呢也請先不要靠近 根據現場目測 滑落的範圍大約20到25公尺 約有五層樓高 金融市議員鄭文婷、陳怡也到現場勘災 希望市政府能夠積極復健 看起來的話 它大概一個距離大概是有 20至25公尺的一個平台 一個邊坡的一個圓弧形的一個滑動下去 那當然它在這一個圓弧形的一個 破壞滑動的時候 它在坡頂部分當然是會有 類似一個套館的狀態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這個人員都已經測得到 後續的話就是說 在一個邊坡的一個臨時的房災 做好之後 再陸續分梯轉把一些重要的一些 故事再營掉 那進一步的這個救災的一個 進度呢 要等到我們的機具進駐 先把目前看到可以救回來的這些 車輛先把它做一個處理 同時也會有這一個相關的技師來 做一個結構的一個鑑定 像今天我們天外天這裡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災難 好險這裡是沒有住戶 住在這裡 那希望呢 中央多一點資源來到我們金融市 由於環保局清潔大樓地基有掏空的疑慮 由於環保局清潔大樓地基有掏空的疑慮 目前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禁止人員進入 將等結構技師進一步鑑定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其中ists 經濟混熟